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的关于情绪这一方面的系列最后的一讲 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呢之前我曾经讲过关于压力的处理 关于情绪的 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 可是呢 可能你会懂得去 管理你的情绪 也懂得怎么去掌握你自己的压力 可是呢 也不一定快乐的 所以呢 我就是把这一个 关于怎么去参照自己的喜乐 这个题目呢 放在最后的 当我们想到快乐 我想跟大家分享 快乐有 其实有几种的 就是要看看 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类的快乐 开始的时候 有一种 我说是快感 by the way 我想问 你们有几个呢 是完全不 是只能够听国语的 蛤 我可以讲广东话 是吗 哇 太好了 OK 太好了 真还太好了 OK 其实快乐呢 是有五个类别的 第一个呢 就叫做快感 这个快感呢 其实是令到你的感官 你感觉开心 或者你身体会觉得 哇 很兴奋的样子 但是呢 你的身体会觉得 松弛啦 舒适啦 这种是只是 比如说圣高潮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还有呢 当赌博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哇 很兴奋 那么有个客人呢 他是 开始的时候 他不赌的 后来呢 他慢慢呢 就开始呢 就去做赌徒了 那么他告诉我 但是当初他还没做赌徒之前呢 他很难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呢 赌完之后的时候呢 在那里摔着摔着手 那么到了他自己做的时候 他自己是一个赌徒的时候呢 他就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会这样的动作 就是你会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但是这种兴奋 或者是打游戏机 那么 但是这种的快感呢 是要你不断去增加 才能够维持的 开始的时候 或者吸毒那种的快感 你开头那些小小 挺好 接着呢 你要再加多些 比如越赌 要赌多些 你才能够去得到 有那种的快感 但是呢 你越去追求的时候呢 打游戏机也是的 你越去追求那种快感的时候呢 你就越去沉在那里 到头来呢 是令人不开心的 好像我问我个客人 我说 他本来不赌的嘛 到后来他真的去赌 那我问他 我说 你赌完你开不开心的 他说不开心 他赌完之后 他那一下 他是追求那一下 可能一秒钟两秒钟的开心 但是之后呢 他是有更大的罪疚感 还有很恨自己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 这种的快感 是不 可以这么说是虚幻 不长久 只是一秒 但是这种快乐 带回来给我们那种不开心的感觉 或者那种的压力 是更大的 第二种的快乐 就是我们在社交的里面 比如在 跟家人的相处 例如跟朋友之间的相处 里面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快乐 在人际关系里面 但是这种快乐 其实是可以很狠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冲击 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 其实不少的时候 是因为一些人际关系不好 或者是因为 是因为人际之间的矛盾 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这种快乐 里面又会带着有很多不同的冲击 或者是疑惑 或者是不安全感 在当中 但是 这是有一种 另外一种就叫做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就是 你自我能够被发挥 你要做的东西 能够可以完成 这样你会得到一种快乐 这个就是从你工作 或者你去 achieve到某一样东西 得到你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也是很好的 另外就是一种 忘我入神 这种忘我入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这个忘我入神就是 你完全全投入在那一样东西里面 吃饭 或者睡觉 你都不记得了 因为你太投入在那一样东西里面 你会沉醉在自己的工作 这种是一种满足 你说很开心很兴奋吗 又不是 但是你真的都挺享受的 会不会 有没有试过很投入在那一样东西里面 那我 譬如我自己很喜欢做讲座 每一次讲座 我基本上都花起码 我想20个小时以上去预备 因为要看很多书 看完这些书之后 要把它去找一些重点出来 又想想一下对方的对象 他们会喜欢有什么适合他们用 但是我很投入 我老公说 你一搞托 我就要打入冷宫了 我完全什么都不记得了 饭是他煮的了 很多东西 家里的东西就不管了 很多东西我就投入在当中 其实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所以这个亡我也是快乐的一种 另外一种喜乐 最后一种喜乐 就是今天很想和大家多些分享的 就是 这种喜乐 是在神的里面 不是环境给过你的 我会给大家看很多不同的研究 这些研究告诉你 其实快乐是怎样去找到的 他们是经过很厉害的研究 访问了很多人得出来的结果 很有趣的 就是说 这种快乐不是从环境里来的 是在逆境当中来体验的 很奇妙的 所以这里有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种快乐 那么很想问一下大家 讲国语好 我想问 刚才就是有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种的快乐 我想问 举手给我看一下 然后哪一种的快乐你比较多 第一种快感的快乐比较多的 在你的生活里面比较多的举手 没有 我从下面的来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喜乐的 环境虽然不好 可是你心灵里面还是有一种满足 有一种觉得很实在 很开心的感觉的 如果有在你的生活里面 喜乐的部分比较多的举手 非常好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满足的 这一方面的快乐比较多的举手 OK 非常好 然后在你们生活里面 我想家庭主妇比较多 就是在这种快乐 是从人际关系里面来的 有没有 OK 非常好 OK 所以其实正如金云讲 其实你们也挺快乐的 然后听完以后出去跟别人分享 快乐之道是怎么样的 OK 好 然后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虚假的快乐 我不知道 因为当我去做这个PowerPoint的时候 我就想 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或者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 我才会怎样讲 如果我讲完以后 你们给我一些意见 好吗 就是一些快乐是比较虚假的 就是一个人比较自私 他的快乐是从别人的好处 能够拿到别人的好处才有的 然后呢 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牵了他 我有一个客人 他的性格 我们教他是一个性格异常的人 他就是呢 无论去到什么地方 他就是空述了 无论别人对他怎么好 或者呢 例如现在他什么福利也拿了 他有政府楼 他有 他有那个SSI 他有粮食权 所有 他没有付个税的 可是他已经有所有的福利 然后我问他 你现在你生活已经稳定了 你辛苦了那么多年 然后现在可以很 你生活能够稳定了 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 没感觉 他说 他觉得好像 就是 美国政府 他给我这些 因为就是 不想我捣乱嘛 所以就是给我钱了 所以 然后 这一类的人不快乐的 是吗 他总是觉得 别人是欠他的 什么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人不开心的 还有另外呢 就是 金钱跟物质 这个呢 其实也没有一种 也不能让我们满足 因为我们没有的时候 就很想要 但我们有的时候呢 还是不满足 然后我记得 我不知道我跟你们有没有讲过 就是我 我老公 我先生的一个 从前的一个老板 然后呢 他是很有钱的 他在那个 New Jersey 最贵的那个地方 然后买了一栋 洋房 一栋大楼 里面有三十多个房间的 里面呢 有 有 黑云 怎么讲 电影院 电影 电影 电影院 OK 有电影院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 有 一个 温水的游泳池 还有一个 普通水的游泳池 然后三十多个房间 他主要是来 照顾他的亲戚朋友 来晚一天 然后平常呢 他 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 看着一个 三十多个房间的 屋子 你说多恐怖 对吗 然后他平常是做什么呢 他白天呢 他是做一些 就是把一些的菜 然后呢 运过来 然后把它切切 然后把它弄好 然后送到一些 餐馆里面用的 可是他赚很多钱 然后他每一天平常 白天 星期一到星期六呢 他就会 他就是睡在 他的工厂的旁边 贴皮盖的房子 他跟太太都住在那边 他每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 不是十二个 十四个 十五个 十六个小时 然后呢 他星期天呢 会回去他自己的 那个 别睡 什么 别墅 OK 别墅 来 在里面就睡一个晚上 然后呢 有一次他就是 请我们 去 请他的员工 就去吃饭 然后呢 他也挺好了 他就 叫了很多 很丰富的菜 请我们吃 可是呢 可是呢 他 当我们坐在哪边 吃的时候呢 他 把很多药 放在舵子上面 他说 我不能吃这些 我只能够吃这些 你说 有钱 真是 大家很大 所以 所以钱是 如果他已经那么多钱呢 为什么还要 还要命也拼上去 去 去赚钱呢 到头来得到是什么呢 还有呢 就是 另外第三点 就是官能的享受 人的本性 就是要追求 舒服 追求享受 可是呢 真的当我们回忆 很多快乐的片段的时候 很多时 是更想了 美观的 会吗 我举一个例子 然后 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去旅行的 然后呢 我很喜欢 每一拿着背包 然后坐火车 当时我是住在香港嘛 去中国很方便 然后我经常的背着背包 然后呢 去旅行 坐那些火车 飞机 飞机片也买不起 然后坐火车 然后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的 有两次 一次就是 我到现在 我想三十多年了 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呢 因为我去桂林 然后迷路了 我跟另外一个女生 一起去的 然后迷路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 天已经黑了 还找不到我们的旅馆 心里很方丈 然后我很深刻 我到现在也记得很清楚 我旁边的女生 她看到我很怕嘛 看到我很惊慌 然后她就握着我的手 然后跟我说 Noelle 不用怕 我们一起的 哇 哪一刻 每一次我想到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 很深的安全感 然后就 我真的不怕了 环境还是找不到路 后来当然找到了 找不到 我现在还不能坐在这里 然后就是 还有呢 另外一个很深刻的 也是旅行的 然后当时我是 我去北京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经历 我对北京人 很有 很有好感 然后哪一年 我去到北京 然后也是迷路 当时是年初一 然后我就去 我就走过他们的路 他们是拿着房子了 很矮的 然后我可以忘记里面 每一家每一户呢 也坐在哪边去吃饭 不是年三十 不是年初一 然后我一起走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很想家 我问自己 现在是年三十 我坐在这里干嘛 我妈妈自己一个人 在吃饭 然后我一起走 心里越想越不开心 然后就 也迷路嘛 更不开心 然后呢 我就去问路 有一个北京人 他就告诉我怎么走 然后还带我们去到 饭店的门口 然后他跟我讲 哇 我很深刻 他跟我讲 新年快乐 哇 我听了心很暖 所以很多 当时的环境也不好 我迷路 然后很想家 然后他的一句话 也让我有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 几十年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时候 让我们快乐的片段 我们享受的片段 没有记得那么清楚 反而呢 是一些的 让我们的心灵 能够给出动的感觉 会留得比较长 同意吗 谢谢 有听处 OK 好 刚才我讲过快乐的类别 然后也讲过虚假的快乐 这是我的 我的introduction 然后 开始我们讲 什么是快乐 OK 这个研究呢 是一个非常的 extensive 他们访问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的人 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影响快乐 影响快乐的 外在的因素 只有8到15的 8分之8到15 连20的也不 也不包括在内 然后当中 这些因素包括 有钱 富裕 或者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 还有结婚 还有人 人际关系很好 这些东西我们也觉得 如果一个人有钱 或者住在一个 很民主的生活环境 或者已经结婚 或者呢 他有很丰富的社会网络 这些人应该是开心 原来不是的 他们的研究的结果 他们这些因素 影响一个人 快乐不快乐 只有8到15 然后呢 还有跟快乐 没有集结关系的 包括年纪 年纪大跟年纪轻 也可以快乐 男性别 男跟女也可以快乐 不会因为女的 特别的不开心 或者男的特别不开心 不是 还有教育的水平 很奇怪 就是你读书读得多 不代表你一定很快乐 或者你读书读得比较小 然后会不快乐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 有个朋友 然后跟我讲 他去那个缅甸 而不是缅甸 去一个很穷的国家 去宣教 然后他是带着他的女儿去 然后呢 他 台北 很偏远的一个地方 去宣教 他带着他的女儿去 然后呢 去了以后呢 回来 他 他跟他的 这个女儿跟妈妈讲 他说 因为他们住在美国的 他说 他很奇怪 他们问他的妈妈 他说 为什么哪边的人 他们没有电视 他们没有很丰富的饮食 可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他们走到外面的时候呢 就是看见那些小朋友 到处可以在街上玩啊 或者他看见那些人 平常 每一天晚上 坐在屋子前面 然后聊天很开心 他说 为什么美国的人 真的没那么 我们那么有钱 为什么没有他们那么开心呢 所以 所以 教育水平啊 或者生活的条件呢 原来跟快乐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外表 我从前也觉得 漂亮的人会特别快乐 可是原来 我自己做很多案子 他们很漂亮的 可是呢 我其中一个案子就是 他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他是在一个银行 做一个经理 然后呢 他真的很漂亮的 然后呢 他 已经 五十多岁了 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他还不能结婚 他不能接受 五十多岁 不能结婚 他不能再生小孩了 他 这个 他觉得 在他的里面 实业重要 不打紧 最主要是能够有一个家庭 能够生小孩 可是五十多岁呢 还能够生嘛 然后还有人 愿意跟他结婚嘛 这是逃不过 这个概念 然后 他可能 姐一生也不能结婚 或者姐一生也不能 有小孩子 他接受不了 然后来找我们 所以呢 他外表很漂亮的 真的 我看到他 哇 如果有他那么漂亮 就好了 所以外表的漂亮 也不代表他是开心的 同意嘛 是的 可是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快乐 快不快乐 是跟一个人的心理书籍有关 什么叫心理书籍呢 等一下 你先看一个电影 然后回来 你们告诉我吧 好 不要用这样的 我会用烤好的 他会拿这个 如果他做完这个 每天 他会来 你一定会来 每天 我每天都会来 你就干啥 我来 你干啥 我来 你做什么 武俠 他們又沒看到什麼 他們又不到了 他們不 entirely 我們剛出過第二台 不然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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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Face Face 將全部都能夠 就是能夠感受 能夠感受 能夠明白 能夠感受 可以在贏锅的钱 不可以在贏锅 在贏锅的美丽 大家在你的生活 大家都需要你最大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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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看 好看 我想问 他做很多 平常的人也不觉得需要做的东西 可是他会做 做完以后 其实你看见旁边的人头转的 别人也不会接受 可是他心里有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他喜欢帮人 他喜欢看到别人开心 他喜欢 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自己有多少没有多少 可是他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 他就去满足 后来 这是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说 其实他的幸福 就是能够体现爱 能够看到 能够有感情 然后所以呢 这些快乐是可以真的让一个人 能够比较踏实 比较真的 很满足 会嘛 所以呢 刚才就是之前我讲到 怎么我们平常觉得快乐 会让我们快乐要追求的东西 其实不一定的 然后这个广告让我们看到 其实 然后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满足 不一定是无知 有的 无所谓 可是不要用物质来满足自己 然后心灵的快乐也是很重要的 好 你觉得 他这个快乐是从哪里来的 他有个很美好的心 看到需要 愿意 对别人的需要有一个connection 是吗 嗯 原来是很开心的 好 什么是快乐 好 这里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学家 他们就是经过研究出来 有不同的 对快乐的有不同的 呃 建议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 快乐是 自己 是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 将来 抱着一个正面的态度 并且 诚情投入 在生活的当中 享受当下 我最喜欢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也挺实在 怎么叫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 上来呢 有一个正面的态度呢 嗯 很多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过去 有很多的遗憾 我们不能接纳的 例如 我刚才说的那个客人 他事业很有成就 可是他不满足 因为他心里只有一个满足 就是 我能够结婚 我能够生小孩 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这个就是他不能接受 他 不能 结婚 五十多岁 还没结婚 这个事实 还有就是 很多时候过去 不能接受 就是 例如 我们的出生 可能不是很有钱 或者读书很多 我们的出生不好 或者我过去 好像我很多客人 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 很多客人 在文化大革命 这个部分 他接受不了 客主 然后我有客人 八十多岁了 现在 他告诉我 他每一天也做噩梦 是当时他在 文化大革命的里面 所受的所有 所经历的诸越 周语 赵玉 OK 谢谢 赵玉 OK 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 他现在已经很好了 他整家人 已经来了美国 他是美国的公民 他的女儿读书 读得很好 在很聪明的大学读书 赚了很多钱 他有孙子 也是很聪明 他什么也有 可是就是过去 接受不了 在哪里 客主了 开心不起来 然后 现在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没有 可以说真 不是每一个人 对现在的处境 也是很满意的 总是有一些东西 是不让你满意的 可是如果我们经常 就是在这些 不满意的里面 客主 也开心不起来 或者有时朋友 他现在很好了 然后他在想 将来我不知道 例如我现在身体很好 现在 最近身体不是太好 然后 可能 身体很好 我现在生活很稳定 会担心将来 下个 星期二 大选以后 美国不知怎么样 OK 然后 真的 OK 然后 会想将来 我现在的 那么好的东西 还能不能掌握呢 就活在这一种 担心将来的处境 你们认识这些朋友吗 有吗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 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 还有将来 抱着一个正面的态度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 如果相信神的人 我们的 一切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无论开心不开心 也是神 允许的 然后 将来我们也不担心 因为他什么也有 然后 也是发生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神也是在当中掌管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将来呢 抱一个正面的态度的时候呢 能够完全投入 享受 现在的生活 这个快乐 就是 现在了 我们不要等将来 现在就在这里了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快乐 加上意义 然后等于幸福 就是好像刚才的那个 那个广告里面 那个男生 他很快乐 他觉得 能够帮助别人 就是有意义了 然后在当中 他建立很多不同的关系 让他觉得幸福 还有就是 宽乐 宽乐就是一个开心的情境 或者环境 还有一种满足感 还有有生活的意义 就等于快乐 然后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能够 找到自己的优点 投身在有 加急的目标 跟事情上面 当中有一个 非常地联系的 一个字眼 就是意义 所以呢 当我们的人生 找到意义 这个意义 不一定是很伟大 或者要 要做什么 很伟大的事情 不一定的 最近我有客人 他 他是有 很严重的忧郁的 之前有一段时间 他已经至少两次了 至少两次了 然后也是在 一个忧郁的状态 最近一年 已经稳定下来了 可是呢 他上个星期跟我讲 哦 OK 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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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忧郁了 我很担心 自己会 也 再来自杀 他很担心 然后我跟他谈谈谈 我帮他重新 寻找他生命的意义 然后 他找到了 就是 现在他跟他的妈妈 跟妹妹住在一起 他们很爱他 很照顾他 他觉得 他现在生活的意义就是 能够不用 不需要他的妈妈 跟他的妹妹担心 他就觉得 他愿意为这个意义去努力 然后 我叫他做运动呢 我叫他做 精管治疗 精管的活动 然后他每一天也做 这个星期 他再来的时候 有改变了 没有那么忧郁 其实做哪些东西 他要很在意 他要提醒自己 每一天 要 什么时候要做 要怎么做 因为对一个 忧郁的朋友来讲 要他做一些事情 很凄厉的 可是因为他 又有目标 要让他的家人 不用担心他 他觉得这个有意义 所以他愿意付出努力 然后就看到 那个成果了 然后 所以意义是非常重要 可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个不能 别人 或者你的妈妈 或者你的什么朋友 或者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老公 不能告诉你 什么才是有意义 他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可是什么才是有意义呢 这个定义是自己来确定的 是吗 不能别人说 OK 例如我不喜欢 做 该收 该收 怎么讲 怎么讲 我不喜欢 就是 算数 然后你叫我做accounting 我就死定了 我很痛苦 你叫我 然后 因为 开始的时候呢 我的妈妈也叫我 不如做accounting 在美国比较容易找工 然后可是我说 我不喜欢 我赚 accounting赚的钱 我想比我现在赚的 我想多一倍 可是我还是选择做这一行 因为我喜欢 我觉得有意义 所以不一定的 不是别人去确定 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然后 OK 好 有没有问题 现在呢 这五种的概念呢 我觉得 在我自己做辅导的里面 我觉得 如果我们的心态 有下面这五种的心态了 我们的抗议力是比较强 我们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 是比较容易 还有呢 就是我们 会比较容易感觉快乐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挺 经常讲的 就是记住常乐 心传感恩 这是呢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把事情当为 是理所当人的 我们总是全一个感恩的心 如果我们把过去一些的 觉得好的东西记下来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挺好的 最近呢 我的手指有一点问题嘛 然后呢 经常会掉下来 然后呢 是不能弄上去的 要用很多的努力呢 才能够弄上去 现在我没空 有空我可能要发 15到20分钟 然后 我看过很多医生 也没办法找到 怎么可以 因为它有一条筋拉下来 现在又跌下来了 OK 开去的时候 我觉得很烦恼 哎呀 为什么 然后看医生也没用 不知道怎么办 会觉得有一点烦恼 可是最近我改了一个心态 然后它跌下来 然后我就说 哦 它又跌下来了 然后每一次我把它弄好以后 然后 正常的怎样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了 然后我先生跟我讲 哇 你很容易开心哦 就是 你不会觉得掉下来 还是很痛苦一件事情 它每一次上来的时候 你都觉得开心了 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觉得 哦 能够好 能够好的时候 我就去欣赏 能够去感恩 就是经常也很开心的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 接受现实 发为危机 在我自己面对的客人里面 很多朋友了 他们就是因为 有一些东西接受不了 有一些东西接受不了 所以呢 就生活得很痛苦 可是我经常就 经常跟他 接受现实 有一些现实是很难接受的 例如我有一个客人 他从五岁开始 住在叔叔的家里 然后就给叔叔新侵犯 十年 然后他家里的人不知道 他也不敢讲 可是这一个阴影 还有这一种没有安全感 这一种侮辱 这一种不敢讲 一直藏在他的心里 他没办法开心 他没办法信任任何人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 还没结婚 他是等到现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他说他来我们诊所 是第一次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开心 不能开心 对他来讲 要接受这个现实 发生他的五 他说之前 他五岁之前 别人告诉他 他看自己从前的照片 是很开心的一个小女孩 这是因为有无辜的 一些东西发生在他身上 接受不了 然后四十多年 在一种很侮辱 很难受的一个情况的里面 也不敢跟人讲 也不敢告诉家人 他整个人变了 可是他的家人 仍然很爱他 看到他的脾气 奇奇怪怪的 可是很爱他 因为他不能接受一个现实 我跟他讲 你接受现实不代表你同意 你接受现实不代表你不想改变 你接受现实不代表你同意这些东西是对的 可是你还是要接受现实 你不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里面打滚了 怎么叫接受 就是告诉自己 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受到伤害 让我很痛苦 这是事实 然后现在我长大了 这是东西 我要让他过去 如果不让他过去 一直背着这个包子的时候 很难 很重 很重 还有呢 我经常跟我的客人讲 特别是经过创伤的朋友 就是这一块创伤的受伤的经历 在你的脑袋里面 是放在里面的 可是你要有发生的事情 你不能当它没有发生 可是这一块的痛苦的记忆 你要在你脑袋里面 一个沼落 放得好好的 不要把它放在你的人生的中心 然后阻碍你的生命的成长 有一次客人真的做得到了 他们能够接受 这真的发生 可是 不能让它再阻碍我前面的路 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放在我心灵一个位置 好好的把它放好 然后让心灵有空间 去体现生活 去爱 去接受爱 所以就是 接受现实很重要的 然后发危机 就是当有危险 或者当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不要 我们要接受 哦 这是一个困难 对 然后我要怎么处理 而不是埋怨 不是怨听 不是就是怨 而且这个天对我不好 我的命不好 或者谁不好 或者别人不好 而是面对这个困难 然后把它 把这些危险 困难成为一个机会 让我们成长 有这些蜘蛛呢 还有接受现实 难不难啊 难不难啊 难 那我特别接受现实 这一段时间 我经常去跟我的客人讲 还有去讲课呢 还有去研究 下一年我会讲这个专题了 其中一个专题就是 怎么接受现实 让我们能够 真的 把这些东西放下来 好好的去活 然后接受现实 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要选择 接受现实 而不是继继续沉溺 继续沉溺 在这个痛苦的当中 告诉自己够了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大家也知道 很多知道我的过去 我是一个糖尿病人 然后一型的糖尿 每一天打针三次的 然后我开启的时候 是十五岁 十五岁的时候 我觉得 有这个病 我觉得 为什么每一个 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同学 没有这个病的 只是我有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 我的命很糟糕 然后 当时呢 我很不想让别人看 知道我是有糖尿病的 当时我就 因为我要宴学嘛 要 然后有一部机嘛 然后我们 每一天要宴学三次 午餐的时候要宴学 然后我是躲在那个 洗手间的 里面的漆嘎 里面去 去做这个验学 然后每一次验学的时候呢 它会有 有一个 鼻一声 然后每一次 我就很怕了 怕别人在外面 听到鼻一声的时候 哇 他们会问 然后我就会有种收入感 然后我经常在一个 从十五岁一级到 我想 三十岁 我还在挣扎 不让别人知道 我有糖尿病 别人每一次开三日会 吃蛋糕的时候 拿蛋糕给我吃 其实我不能吃的 因为我有这个病嘛 然后我还是吃 因为我不想别人知道 可是糖尿性的很高 然后控制不了 然后后来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跟自己讲 够了 这个没什么 我有糖尿病 让别人知道吧 然后有一次的套战就是 当时我心里在增长 我要不要告诉别人 我有糖尿病 然后有一个人 我当天去参加三日会 然后有一个人拿蛋糕给我吃 然后当时就告诉自己 OK 我要面对现实了 然后我告诉哪个朋友 说 我有糖尿病的 我不能吃 对方也接受 所以自己很多是 自己想出来的 都是打扰我们 去面对现实的 所以接受现实很重要的 OK 好 我们要资助呢 还要是接受现实 这是海事呢 一一为板 目标在望 所以我们人生一定有目标 这个目标不一定是很伟大 不一定又做很多事情 或者又读很多书 可是你一定要有目标 船需要驮 开车需要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方向台 要开车嘛 你需要这个开车的人 然后你要知道 你要一定有一个目标 人生才能够有意义 才能够有方向的 然后才有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 然后 我最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聪明的 然后他读书成绩也很好 然后他 可是他吸毒 可是他喝酒 可是他跟家人关系不好 然后有一次 我在一个聚会见到他 也是我讲完一些事情 然后他过来跟我讨论 然后我问他 你其实 你已经现在27岁了 你做金融赚很多钱 可是我问他 你人生有没有 你即使有没有目标 他说我没有 我也很想寻找 他说我希望在吸毒那边 找一些开心 我希望跟一群朋友去玩 找一些开心 然后可是到头来 我还是很空虚的 他是一个基督徒 还是在一个 在这个挣扎的当中 然后我教他要去 去上主日时 每一天零收 然后跟神再一次建立关系 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 无论他拥有什么东西 有钱 有很多东西 还是不开心的 OK 所以目标是很重要 还有就是生命杰出 情感交流 就是一个人不能是个孤独 如果是孤独的时候 不开心的 你一定要跟人交往 你要进入别人的生命 也要让别人进入 你的生命的里面 怎样呢 人与人之间有一个交流 情感有一个可以共通的地方 然后你的生命才有发出光 然后才能够有意义 有满足的感觉 好像刚才那个广告 他的开心从哪里来 就是跟人与人之间 满足别人的需要 然后在当中 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connection 然后他感觉幸福 感觉满足 这些东西不是有钱 能够找得到的 是吗 所以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 活在当下 专注此刻 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 为过去很多的遗憾 感到嘴上 我们可能会这样来 有很多的担心 可是我们没有好好掌握 在这一刻的里面 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 例如 我 现在我坐在这里 在做讲座嘛 可能昨天我去团契 有一点不开心 有一点嘴上 然后如果我 总是在想 我昨天怎么样的时候 我今天不能集中在这里 或者等一下 两点钟 我有另外一个讲座 在唐人街 如果我就想 我怎么敢去呢 我什么时候吃饭呢 如果我的老子里面 还是在想这个的时候 我现在的讲座 我不能投入 我的心 心不在人 我的心不知去到哪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活就是 我看到很多人 心不在人的 然后跟他打招呼 他眼睛光光的 好像没看到你 他的心不知在想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在一个 想过去 想这样来 犹豫在当中 没有好好把这一课 去掌握 如果 就是今天 我在这里 现在我在这里 做讲座的时候 我的心 我的思想 就是完全投入 在这一课 因为例如 这些东西 这些字 我写了出来 然后里面的例子 或者怎么样 我现在要想 才能够讲得出来 所以如果 我不投入的时候 想不出来的 所以就是在这里 现在这一课 我在这里 做讲座的时候 我是完完全全地 投入 在当中 所以就很享受了 OK 所以呢 跟大家去温习 我们要记住常乐 要接受现实 然后还有 为自己找一个目标 找一个意义 然后呢 跟人又有生命的接触 情感的交流 还有一个很重要 活在当下 专注此刻 等一下我会有一个活动 让你们体现 什么叫专注此刻的 OK 好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 没有 OK 好 我们看电影 你们看完这个电影了后 我希望你们告诉我 你有什么感受 这个电影比较长的 十二分钟 我会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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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ンタ moving away workers from Susanne come in OK, all right I'll call her when I get back heaven knows she's had enough time Looks like someone's finally coming I'll talk to you when this is over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his shouldn't take more than a minute Please take a seat We'll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A gentleman by the name of Frank Thomas Recently passed away Naming each of you in his will Who is this? Frank Thomas He was keeper of the lighthouse I think I must have been called here by mistake Because I didn't know this man Me either Frank Thomas Neither did I Well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many of you would not remember him But he remembers you Or someone very close to you So how much did the poor sap leave Yes you're right He wasn't a man of much means But he did leave each of you an envelope Can you beat that?This is my lucky day Richard Marks Yes John Griffin Here Donna Wilkins Steve Nielsen I'm here Barbara Wortley I'm Barbara Thomas Christensen Right here Jennifer Lee That's me Paul Johnson Down here Seventeen dollars Wait a minute What is this?Is this some kind of a joke? Did my wife put you left with this? Please calm down I assure you that this is not a joke Each inheritance no matter how insignificant and trivial Was of great value to Mr. Toss He went through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to put these into your hands As I understand it each object represented a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So let him keep them Each of you will find a letter in your folder from Mr. Thomas explaining to you the value of his gift Now although I can't force you to keep these endowments At least feel an obligation of courtesy about reading his letter After that you can do as you pleas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And have a good day And have a good day Mr. Griffin Mr. Griffin Many years ago Before beginning work at the lighthouse I was miserably unemployed With a young family to feed I was down to my last few dollars Eessential groceries that day came to sixteen dollars and ninety cents When I reached for my money It was gone I was humiliated and heartbroken As I took my wife by the armand and started to leave Someone touched me John That man was your late father I was only one minute in his presence but I'll never forget him He didn't have much either But he had something I really needed He had character I spent the last fifty years trying to pass on all he gave me In that single one minute encounter John I'm now returning the money your father gave me long ago Now You carry the baton Sincerely Frank Thomas Oh What Oh Well Ah Oh Oh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didn't notice me. I cried along with you. Oddly, we lost our own child not long after yours. She was my inspiration and my life. Her loss was more than I could accept. I became very bitter. Life lost its luster. Months passed, but the dark cloud stayed with me. It hung over me like a shadowy shroud. And then... Beautiful day, isn't it? Would you like a flower? Yes, for your loved one. There. You dealt with your loss and were able to carry on. Your smile gave me the courage to go on as well. And your flower has been my constant reminder to keep my head up regardless of the storm. Thank you, Donna. I'll give your darling daughter a hug and a kiss when I see her. God bless. Frank Thomas Thank you. Thank you. Dear Richard, your shell is the one object I valued most. I felt it was finally time I returned it. You see, many years ago, this shell belonged to you. You were young, recently married, and hopelessly in love. As I happened to pass you on the beach that day, you didn't notice me. But I couldn't help noticing you. How happy, how dedicated to each other you and your young bride were. You made me quite envious, you know. My own marriage was fading fast, but you two set my mind racing back to a time when we were totally in love, like you, and very happy. As I watched you, I heard a phrase I had forgotten how to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ve heard your words every time I've looked at that shell. It's given me the courage to swallow my pride. I'm sorry. Amy, I love you. It's nice to hear some of you. My life became so much more enjoyable after that. Thank you for the power of your example and those few well-placed kind words. Frank Thomas. Goldman and Goldman, may I help you? Yes, Richard Marks calling for Jeff Goldman. Please hold. Thank you. This is Jeff. Jeff. It's Richard. Hey, the divorce papers come yet? Yeah, I've got it right here. Say, hold off for a few days. But I thought you couldn't wait. I know, I know. But something's come up. I just need to give it one more try. Are you feeling okay, though? Yeah. Yeah, I'm feeling fine. Actually, I haven't felt this good in a long, long time. Okay. Hey, sure, bye. Thanks. See ya. Let's see here. Um, parts came to 198. Labor was 230. Total comes to 447 with tax. Oh. Is something wrong? I had no idea it would cost this much. Well, we are very competitive with everyone else in town. I'm sure you are. We just don't have that much money right now. My husband just got back to work. Oh, I'm sorry. I don't even have a credit card right now. But maybe I could make some payments. Um, look. Okay, what if, um... I've got a couple hundred and I could pay you some next month. What if we take off the labor? Will that work? You can't do that. Well, I'm the boss.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And besides, I did most of the work on that car anyway. So, uh... It comes to 2... 217. Looks like 200 even. 200. Oh, oh. Here. Well, here. Oh. 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so kind. I'll never forget you for this. You know, somehow I think you're right. Thanks. Have a good day. Take care. Thank you. The treasure of the moment Was in the kindness of your words Above the doubt and dark nails It was you that I heard It was you that I heard Maybe without knowing You rescued me that night Like a lighthouse shining Giving me light With our hands and our hearts We made the light We made the lighthouse shine In that instant There's no distance We can reach the shore tonight We can shove away To be like a lighthouse shining Like a lighthouse shining And as your road The difference made Was the reaching of your hand When I felt that I had nothing left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Baby without knowing Your courage lifted me Like a lighthouse shining Helping me see With our hands and our hearts We make the lighthouse shine In an instant there's no distance We can reach the shore tonight We can show the way Like a lighthouse shin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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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 好 很感动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 也是在生命的一个危机当中 然后可是因为一个人的 他们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只是很简单的事情 留意身边的人的需要 然后原来是带给一个人 那么多的生命 就给sparkle了 就已经可以再次 有一种希望出来 然后刚才我讲过 我在旅行的时候 有两个就跟人相处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些日常生活很小的 很短短的一些事 可是已经能够了为自己 为身边的人带来 这个不是快乐 就是兴奋那一种快乐 而是从心底里面出来 那一种的开心满足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其实我们也做得到的 不是很伟大 或者要花很多钱的东西 可是就能够触动别人的生命 自己开心 别人开心 人与人之间可以connect 很感动的 是的 OK 然后 对 我们时间不多 刚才那个电影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喜乐的感受 是要真实很久了 会带来动力 有些开心 例如 读钱 或者在玩游戏机 或者好像我其中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很喜欢 去那个店 网上去找便宜的机票去旅行 找便宜的酒店去旅行 然后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 可是每一次我看完以后 我心里还是很空虚的 没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所以呢 有些东西会让我们舒服 可是真正的开心 是真的会 为我们带来动力 会做很多事情 例如 正如我讲 每一次做讲座 也要花很长时间去预避 可是很多时候 讲座以后呢 你们一些的鼓励 或者一些的意见 也成为我一种动力 然后我就会再继续去做 多辛苦的也会做 就是会带来动力 哪一种的爱呢 哪一种满足呢 或者别人得找帮助的 这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会让我们有动力 继续做或者继续去努力 还有呢 喜乐是人与人之间 真诚的交往来的 是吗 还有呢 喜乐不单单是 要顾自己的事 还要顾别人的事 然后呢 还有喜乐是懂得感恩 然后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这个是我看完这个电影里之后呢 就一些的感受 对于快乐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好 所以呢 最后有一个活动 现在已45分 OK 我就想大家体现一下 一些很简单 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还有我们每一天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就是精光 听过没有 魔观 听过没有 这是一种的治疗的方法 心理治疗的方法 OK 就是呢 这个魔观能够培养我们快乐感恩的心 用什么态度呢 我们用一个开放的态度 注意每一件少的事情 好像第一次看见一样 我很喜欢喝茶嘛 然后呢 我很多时候也会做这个魔观 就是每一天上班之前 我喝咖啡 OK 每一天上班之前呢 我总是买一瓶很小的咖啡去喝 然后呢 我回到我办公室里面 因为做我们这一份工呢 是我们的精力精神消耗是挺大的 然后呢 每一天早上我回到 去到我办公室 我就会坐下来 然后安静自己 然后喝一口咖啡 然后当我喝的咖啡 我是用魔观这个方法去喝的 然后呢 就是允许这一口咖啡 在我的口里面 我感觉它的味道 感觉它的香味 感觉它怎么在我的口侃的每一个部分 有一种咖啡的香味 然后让它慢慢地吞下去 让我里面也感觉得到 那一种的舒服的感觉 就是用开放的态度 好像第一次看见一样 还有一种信任的态度 信任自己 信任神 信任生命里面的滋味 当我们喝一口咖啡 或者刚才你们 等一下你们做这个精光的活动 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滋味在里面 慢慢地体现 还有忍耐 不要绵长 也不要急躁 让生命慢慢地显现出来 然后还有不要抢愁的态度 不要重视结果 重视过程跟经验 等一下你们会吃一些刚葡萄 你体现一下那个刚葡萄的一些的感觉怎么样 还有呢 这个过程让你体现到生命什么东西 还有呢 用一种非批判性 就是观察 不要分对错 例如刚才 等一下你们吃那个干葡萄的时候 不要想你有没有跟到我的指示座 有没有真的达到 达到我要给你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 达不到也无所谓的 不要扣分的 不要付款的 没关系 就是去认真的 用心地去体现 还有 不要批评自己 也不要批评那个干葡萄 也不要批评任何东西 还有呢 就是用一种 开放的态度 不要执照自己的思想 自然开放 OK 好吗 好 我们现在就给你们 每一人 就是先给你们一个 Tissue 怕你们担心手不干净 吃下去不好 然后每一个朋友呢 会有一个Tissue 然后呢 会给你们一个干葡萄 你们拿着葡萄 先不要吃 忍赖 忍赖等候 忍赖享受 OK OK 好 来了 我想呢 你们先把这个葡萄 不要他们紧张 放在你的大腿下面 OK 我想你们先有三个深呼吸 让你的精神 能够集中在现在的 当下的处境的里面 OK 好吗 OK 可以吗 好 把你手下的东西放下来 闭着眼睛 我引到你们 有三个深呼吸 OK OK 好 开始 吸气 hold it 1 2 呼气 安静下来 再一次 吸气 hold it 呼气 最后一次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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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it 1 2 拂气 吸气 好 还是闭着眼睛 把你手上的葡萄放在口里 不要咬 放在口里 放在口里 闭着眼睛 不要吞 不要咬 然后就是 允许它在你的口康里面 感觉一下 这个葡萄的 外面的 印 感觉它上面 有一些皱纹 然后 尝一下 这个皱纹 是怎么样的 它的texture 它的 硬度 它的软度 它的 皱纹的 纹是怎么样的 慢慢地体现 好 还有呢 感觉这个味道是怎么样 OK 等一下有一个分别的 好 感觉得到了 好 可以咬了 咬 慢慢地咬 不要吞 不要吞 吞也无所谓 慢慢咬 咬 然后你体现那个甜味 跟刚才又干又硬 还有没有味道的分别在哪 还有感觉呢 甜是清甜的 是浓甜的 还是淡的甜 不要吞 慢慢地感觉 慢慢地感觉 哪有甜度 是怎么甜的 还有呢 当你口水的里面 口亢的里面 你的鞋头上面 有没有哪一种甜味呢 我们再体现一下甜味 在我们的口亢 在我们的鞋头上面 用心去体现 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把它吞下去了 吞的时候呢 尝试感觉 它怎么在你的口容 然后慢慢地掉到 你的身体的里面 这一颗钢葡萄 就进入你的心体的里面 就在 那种 特别的感觉 就停留在你的里面 可以打开眼睛 好 有没有试过 怎样吃葡萄啊 没有 那如果你怎样吃葡萄呢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很喜欢喝茶嘛 我很吃饭 我每天喝一杯咖啡 当我用这一种方法 去喝咖啡 喝茶的时候呢 我真的 我发现 我从来没有 那一种 例如咖啡 那一种香味 那一种苦 有一点点苦 有一点点甘 在我 那一种感觉 没那么常劣 这个练习就是让大家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每一天 也有一个时间 做这个活动 让我们体现 一些生活里面 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用心 去体现的时候呢 它会很空腹的 我想问 刚才吃这个葡萄干的时候 有没有压力啊 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啊 没有 做不到也无所谓的 很快把它吞上去也无所谓 我做个练习 这个练习很多次了 可是很多时候是做不了的 因为我们很紧张嘛 有些朋友呢 有一些东西放在他口里呢 他就受不了 他一定把它吞下去 我让他 你吞吧 你吞吧 可是如果能够让自己 能够对生活有多一点 解释的体现的时候 例如吃饭的时候 你能够有一次或者两次 好好地尝试 这个松菜的味道 或者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妈妈 或者你的家人 怎么用心地弄这一道菜 你好好去尝试以后 你就会心里非常地感恩 是真的很好味 味道很好 外面吃不了的 所以这个体现呢 就是让大家 也是一种快乐的体现 因为如果平常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澡布放下来 慢慢地去用心地 去体现的时候 原来生活 快乐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快乐 没有的 就是快乐在想 加上意义 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幸福感 还有呢 快乐不是依靠环境而来的 快乐是在乎你的内心的情况 你的心理技术是怎么样 刚才你看到那个广告 刚才你看到这个Thomas的电影 其实因为他们看到 一些人的生命的品级 以至呢影响其他人 为自己为被人带来一种快乐 还有充实的感觉 这就是生命 是的 我们人可以很可爱 可以很美好的 不是那么糟糕的 OK 还有呢就是 记住常乐 心传感恩 接受现实 发为危机 意义为板 目标在望 生命结束 情感 交流 活在当下 专注起刻 还有 我们每一天也可以体现快乐的 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好好用心去吃一个葡萄 好好用心地去喝一口茶 好好用心地去一口咖啡 你们觉得 我们会觉得生命是很有意义 还有很美好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十二点了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